这样的 如果你只看这个车标 你觉得这会是一个什么牌子 看这个车标 看这个车标 我一下是反应不过来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合资车 你走近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大灯样子 像哪个品牌的 这个飞标嘛 对 像哪个品牌 飞标品牌 我反应不过来 应该是哪个品牌 像不像凯迪拉克 有点 洗浴王 我刚想说洗浴王 然后你到侧面看一下 车身线条你觉得像SUV还是像什么 这个车身线条有点像一个 cross版本的轿车跑 有点像那种流线型的轿车的那种 cross版本 什么这样 你把上面的行李架去掉 有没有点那种 马自达的CX4的感觉 还真有 坐进去稍微感感受一下 你就是你坐着这个车的内饰质感 咱就说就是只凭感觉 你觉得这个车内饰质感大概能值多少钱 就不要考虑它的牌子 就我第一眼的印象 包括触摸的这种感觉 这个车应该是个十四五万的车 十四五万是吧 觉得差不多 可以 你估的其实非常准 因为这个车删到顶配差不多 就是这个价格 顶配在这个价格 对 顶配材这个价格 方向盘 这个叫仿赛车的那种方向盘 平底设计 对吧 这里仿鸡皮 对吧 该软的地方都是软的 光连平 空调出风 物理按键也是有的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没什么槽点 应该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台家用车 家用车是吧 十几万我觉得是要的 是要的是吧 可能便宜 坐椅是电动的 坐椅是电动的 对 坐椅是电动的 可以的 挡把也是比较大 不会误触的 基本上常用 这个物理按键都有 我蛮喜欢的 深色内饰 那么它到底是多少钱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后备箱 后备箱我觉得应该是 对 这个一定要看啊 电动的 电动的 可以 那可以 还有一个S标 完了 你后边已经看了 它是名了 哦 奔腾B70S 它比那个紧凑机的轿 我觉得可以达到一台 紧凑机轿车的空间水平 但是呢 好在 它是一台仙配车 对 感觉仙配的话 你这个东西拿掉以后 可能还可以多放一点 对对对 是 多放点东西 这个可以放平吗 几乎 但是不是 几乎 但是也 几乎是存平的 可以操作一下改成存平 对吧 可以操作 能够满足一下 实际下露营人士的需求 是吧 这个就 Crosmo就不是 轻露营的风格吗 再能装一点就好了 你平价上 可以再装个辅助的东西 对吧 按一下 因为这个车你还没开 你就说从这个外观上看 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第一 它这个流线型比较漂亮 你现在讲了马自达 我觉得是更加 因为我的脑补又是马自达CX4的这个样子了 觉得它更像了 然后本身CX4就很漂亮 那么各车这样的一个造型延续了它的一个风格 比它可能还好一点 我感觉包括这些 这个尾翼啊 包括这个可能还更加 运动点 更加运动一点 然后呢 就是样子 应该是一台跨界 跨界车的这个应有的属性 门把手我也比较喜欢 我不喜欢隐藏把手 我知道了 这个把手我也比较喜欢 包括车头 你刚刚说的 徐一王的车灯 徐一王 我也是喜欢 然后今年好像所有的车都是这个设计风格 就是这把都是有点扁扁的 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车的样子 对吧 下面有没有有个大嘴 这个这里有没有什么探测 什么主动安全之类的东西 有有有的 有的对吧 有的有的 可以就是比较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其实是个装饰物 它没有实际的功能 对 可以的 然后反光晶我也蛮喜欢的 还是个 还是一个撞色的 好像黑块的 感觉是一台性能车标志 包括后尾 像那个那个S标 感觉是一辆蛮凶悍的性能车 红色的卡钳 招式的它激进的风格 我问一下 咱们来到后尾箱 我问一下 如果你是车主 你会把这个一系奔腾 一系奔腾B70S这些汉字给抠了吗 我 听真实的想法吗 那当然了 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年轻时候 我已经干过了 华城宝马 我会把这个华城宝马抠掉 然后就剩下325i 对吧 但是年纪 时至今日 不会干这事情的 这才叫张显身份 张显身份 它中国车已经不需要用 不需要去掩盖自己中国车的身份了 明白了 中国汽车的身份了 明白明白 现在这种十多万的中国国产汽车 是一车难求 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个 以前那样了 是吧 应该属于吊打盒子了 对吧 真不会 一会这样一会咱们开起来让你来感受一下这个车